价值十元 价值八元 价值五元 价值五千万 卧槽 这特末是个什么铜钱 竟然价值五千万 老板 你这个铜钱怎么卖 一口价五十万 这不就是一枚破铜钱吗 你竟然打喊五十万 开什么国际玩笑 你还不如直接抢算了 贤贵就别买 一看你就是个棒锤 老子这可是正宗的老钱 最少都是唐代的东西 这个价格外给你 还便宜你了呢 那你还是自己留着生钱歹吧 花五十万买一枚破铜钱 老子可没那么傻去 你们还真别觉得贵 这铜钱是我一个朋友 放在我这里寄卖的 价钱也是他开的 少一分都不能卖 原来是寄卖的东西 可这一枚铜钱就买五十万 这他妈也太贵了吧 老板 恕我眼多 您的钱币虽然也是通宝 但是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钱币 要这钱币是先锋通宝就好了 我肯定玩二话不说就买下来 兄弟 你脑瓜子在想啥呢 要他真是咸锋通宝 五十万你也拿不下来呀 看不准看不准 算了 还是老板您自己留着吧 要我说 古玩街这么多老板 难道全都是棒吹吗 就没有一个识货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铜钱 让我也来拍开眼睛 这不是刘一首吗 他可是古玩协会的副会长 眼光那是相当的毒辣 单单靠简陋 就积攒起来了千万身家 有刘会长在 这枚铜钱到底是真是假 很快就能知晓了 放明通宝 这是什么东西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也没听说过 老板 你这东西也太奇怪了 花钱不像是花钱 宝钱也不像是宝钱的 五十万也太贵了 这样吧 你将一点 三十万我要了 不好意思 一分都将不了 那你就继续等有缘人吧 怎么 刘会长对着钱币 也拿不定主义吗 没错 看着钱币上的铜锈 应该是老东西 至少都是唐代左右的东西 但是这上面的刻字 我是真的没听说过 连经验十足的刘会长 都不看好的东西 八成就是个假货 谁花五十万买 谁就是个大冤种 老板 你这桶钱真的要五十万 一分都不能少吗 没错 一分都不能少 好 我要了 现在就算码付款给你 你已成功转款五十万元 话才刚刚说完 还真就有冤大头出现了 连股玩协会刘会长 都不敢拍板的东西 这小子直接就转款拿下了 不是偷偷的远大头是什么 谢谢这位老板 这枚铜钱是你的了 这位小兄弟 花五十万买这么个不知名的铜钱 你是不是有点太冲动了 这可是没货真价实的通宝 而且是一枚唐代左右的通宝 五十万能够拿下 已经是减了天大的便宜了 一看这小兄弟就是个人傻钱多的小白 明明是亏大了 他竟然还会觉得是自己赚大发了 不可能 从唐代第一个皇帝里员 发行的第一枚通宝开始 一直到清朝覆灭 所有皇帝年号的通宝我都认识 可这枚铜钱上的年号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不可能是真的 没错 我也没有听说过什么凤鸣年号 你们没有听说过很正常 因为凤鸣这个年号 在史书上也极少有记载 这么说 小兄弟是知道这枚铜钱的来历了 当然 你们从小学历史就知道 隋朝覆灭之后就是唐朝 可你们不知道的是 在唐朝与隋朝之间 还有个很短暂的王朝 由萧贤创立 名号就叫凤鸣 这个萧贤是谁啊 他就是隋末十八路返王里面的 其中一只 佣兵四十万 势力十分庞大 在当时也算是占据了半壁江山 可惜他称帝不到四年的时间 就被灭过了 由于这个凤鸣通宝 仅仅发行过一年多的时间 数量本来就不多 加上唐初七 曾经大量缩缴过这种通宝进行重铸 因此数量就更加稀少了 简直可以说是凤鸣鸣角 这么说的话 这凤鸣通宝的出现 比李渊时期的开源通宝还要更早 没错 准确来说 萧贤才是发行通宝前的第一人 而这枚铜钱 就是真正的凤鸣通宝 是当之无愧的世上第一通宝 卧槽 没想到这枚铜钱居然是真的 这尼马价值肯定要上百万吧 怎么可能才上百万 要我说价值起码上千万 这小兄弟也太牛逼了 这么多人都拿不定主义的东西 竟然被他直接拿下了 这件事和这玻璃恐怖如斯 就算这名凤鸣通宝再怎么稀少 也总该出现过 为何我从未见过 这名凤鸣通宝确实出现过 只不过不是在市场上 而是在考古现场 我也是之前偶然看到过这个考古新闻 所以才敢断定这东西是真的 这么说的话 你手上这枚铜钱 应该算是市场上的一枚骨骗呢 没错 绝对的宝贝 刘会长 按照您对这孤品的了解 您觉得这枚铜钱价值多少钱 保守估计 起码价值五千万以上 不 五千万 我尼玛 这拨铜钱的价值竟然这么高 五千万 我尼玛 刚才我还笑人家傻缺 没想到我才是个大傻缺 有个成为千万富翁的机会 竟然被我放弃了 我特么的好想哭啊 五十万换五千万 不得不说 小兄弟 你的健保水平真是高啊 刘会长过奖了 我只是运气好 碰巧而已 五十万秒便五千万 我尼玛 这钱赚的也太简单了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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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钱赚的也太简单了吧 这钱赚的也太简单了吧 这钱赚的也太简单了吧